神仙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在中国神话里究竟有多少神仙 到底谁才是神话里的至高神 谁才是那个真正的众神之主 大家好,我是白龙雪 今天我们就要聊一下 中国神仙体系 到底谁才是中国神话里的至高神呢 是玉皇大帝还是浩天上帝 是福西和女娲还是道教里的三清 又或者是山海经中的帝群 楚慈里的东皇太一 还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风神世界里的红军 其实这些都算是众神之主 只不过是不同时间,不同体系下的众神之主 比如从古代王朝的角度来看 浩天上帝就是传说中的天界之主 但是从古代百姓的角度来看 玉皇大帝却是民间公认的天界之主 从传统道教的角度来看 三清就是他们体系中的至高神灵 但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 福西女娲才是出现最早 且又明确记载的创始神灵 这么听起来确实有点乱 按照时间来画风 我们的传统神话 大概可以分为先情神话 道教神话和民间神话这三个部分 这一期我们就通过这三个部分 来梳理一下中国神话背后的神仙体系 首先是先情神话 先情神话是整部中国神话的起源 既然是起源 大概就牵扯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神仙是如何出现的 先情神话大概可以分为 以福西女娲为首的中原炎黄神话 以西王母为首的西方空能神话 还有以东皇太一为首的南方处地神话 和以赤油八神为主的东方奇地神话 从这些神话的分布上可以看出 几乎在每个部落和地区 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神灵信仰 这些神话中神灵的来源 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个是曾经带领部落发展的英雄人物 一个是那些决定部落命运的自然造物 比如说山川草木 比如说日月山河 直到商朝建立后 因为商王有了临驾于诸侯的权利 各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再平等 所以大商王朝的神 当然也要临驾于其他方国的神 于是商王就在之前神灵信仰的基础上 又加入了一个叫做天帝的概念 那这个天帝到底是谁呢 在商朝初期的观念中 天帝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身份 只能算作是悠悠苍天的代名词 但是到了商朝后期 由于商朝内部掌控神权的大臣 和掌控王权的君主之间 爆发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冲突 于是为了压制神权 商王就直接用商朝的历代先祖 取代了这个天帝的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每任商王去世后 都会成为庇护商朝的天帝 正是因为商朝的君主 亲手推翻了他们所创建的天帝信仰 所以周国才能打出受命于天的口号 这里的天指的就是当时人们眼中的天帝 周朝建立之后 不仅延续了商朝创建的天帝信仰 而且还为天帝创立了一个明确的身份 这个身份就是浩天上帝 另外诸朝还在天帝之下 创建了一个专门辅佐浩天的五方天帝 这五方天帝 定义的就是各部落所信仰的神话人物 最等于是仿照周王朝的格局 创立了这么一个天界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这个以浩天上帝为尊 以五方天帝为辅的神仙体系 象征了王朝疏离于天的观念 所以历朝历代都将这个体系 作为最高的神力祭祀 也就是说这个浩天上帝 一直都是中国古代 专属于皇家信仰的至高神明 我们再回到先秦神话的体系中 在这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就是东方齐帝神话 在春秋战国时期 燕齐一带的方氏 通过将齐帝神话 与婴阿家学派的思想融合 创造出了一门 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神话体系 这个体系就是著名的蓬莱神话 而创造出这个蓬莱神话的团体 最后人称为是方仙道 这个我们之前说到过 也就是曾经帮助秦皇汉武 炼制长生担药的求仙团体 这个团体发展到东汉初期时 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求仙门派 叫做黄老道 在黄老道中有一个默默无闻 整天愤世嫉俗的弟子 这个弟子叫做张教 后来创立了一个 差点超度东汉的太平道 除了太平道之外 这个黄老道还催生出了 另一个大型教派 也就是我们传统的道教 到了这里 也就引出了传统神话的第二部分 道教神话 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有些复杂 首先在道教创立之初 因为承袭了部分道教思想 所以就将道教的老子 作为了自己蒙派神话中的至高神灵 但问题就是 你的蒙派将老子作为至高神灵 那他的蒙派如果沿用老子 就等于是被迫纳入了你的体系 如果沿用了老子的蒙生 那就等于是被迫成为了你的附属 因此在南北朝时期 其他的道教蒙派 又分别创立了原始天宗 和领宝天尊这两位天神 来作为自己蒙派的至高神灵 到了唐宋两朝 这三位天尊才逐渐合流 并且共同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至高神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清 除了对于三清的确立之外 宋朝还仿照中兴王朝的官制 构建了一套极为复杂的神仙系统 这个系统到底有多复杂呢 我们大体来看一下 首先是三清 他们分别是原始天宗 领宝天宗 以及道德天宗 前两位诞生于南北朝时期 没有具体的人物原型 而后者道德天宗 太上老君的原型 也就是创立道家思想的老子里尔 在三清之后是五方无老 大家发现没有 先秦时期也有一个五方天地 这个五方天地 就是五方无老的原型 以上这七位 共同构成了宋朝神仙中的超脱层 属于是神仙中的神仙 不受到任何官职和规则的元素 再往下就出现了一个核心的概念 天界 这个天界到底是什么构造呢 其实就是古代王朝体制的翻版 就拿东汉三国来说 首先王朝要有一个都城 都城的下方有州 州的下方有郡 郡的下方有县 同样天界也是这么一个构造 天界的都城叫做天庭 天庭的下方是有三山五岳 五湖四海 然后再由这些单位辐射到郡县 最终再由郡县 辐射到村庄或者是湘庭 我们大体来看这么几个关键人物 首先是天庭的关键人物 天庭的管理者被统称为六域 他们分别是玉皇大帝 沟城大帝 紫围北极大帝 东极清华大帝 南极长生大帝 以及后土皇帝旗 其中作为万先之首的玉皇大帝的原型 就是历朝历代所祭祀的浩天上帝 只不过因为民间不能编排浩天 所以才按照浩天 创造了这么一个玉皇大帝 在六域之后有穆公金母 他们分别是东王公和西王母 两人分别代表着先天的阳气和先天的阴气 又分别管理着天界的男先和女先 这里就是典型的对于先秦神话的融合 在穆公金母之后 还有着天官赐福 地官赦罪和水官解恶这三官大帝 他们也分别管理着天上 天下和水中的主位神明 三官大帝之后是斗母颜君 这位神仙是个关键人物 其中斗代表着星斗 母指的是母亲的意思 合起来就是众星之母 所以斗母颜君的画像 是因为有着三只眼睛 四头八臂的神仙 同样有着多头多臂的哪吒 最初也是从佛教传入 以上神仙和神仙的职责可能会存在冲突 原因就是各门派的斗争所值 你的门派有天地 那我就创造一个天地中的天地 所以演艺小说中的神界斗争 说白了就是人的斗争 以上就是宋朝时期 整个天庭的最高管理层 接下来还有封部 在天庭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部门 分别是雷部 新神部 以及天降部 雷部的构造比较简单 除了主要的管理者雷祖之外 其下还有着五方雷王 五方雷帝 五方雷帅 以及雷公殿母等 新神部的构造较为复杂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北斗七星 六蛇甲子 四零二十八秀等 天降部的构造最为复杂 除了我们熟知的五百灵官 三十六天降之外 这里还有着六丁六甲 四大元帅 灰蛇二将 四只公巢等 大家记一下这个四大元帅 等一下我们就会说到 最后的四只公巢 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值班 负责考核的神仙 记录天上神仙的攻击 传达下界凡人的愿望 比如在一些文学作品中 要告神仙的状 一般都是去找四只公巢 除此之外 在这套系统中 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神仙 比如说四大天师 南无祖 北无祖 南七征 北七征等 这些大多都是历史上 各蒙派的创立者 后又被各自蒙派的传人 或者是文学作品 拉入到了这套神系之中 在天庭之下 还是有三山五岳 比如负责管理五岳的五岳大地 泰山之上的碧霞园军 再比如大海之中 有四海龙王 大河之中有个四河龙王 负责管理各地江水的 有个九江水地 负责管理各地湖泊的 有个五湖大神 然后由这些风部再往下辐射 就是保护一个城市的城隍 城隍之下 有保护一个村庄的土地 土地之下 还有保护一个家庭的造神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部分 民间神话 民间神话中 比较典型的有散仙 也就是那些被记录在古籍之中 但却并没有在天界任职的神仙 比如说赤松子 安息生 龙城公 宁风子等 第二部分是在民间广泛流传 后又被纳入天庭的神仙 比如说蓬莱地区的八仙 四川的水神二郎神 在春秋被神化的彭祖 在唐朝被神化的李靖 当然最有名的 还是代表中医的武财生关羽 和保护渔民的南方海神妈祖 那为什么前者散仙 没有被后人纳入神系 而后者却能在天庭任职呢 这就牵扯到了风神的概念 一个神之所以被誉为是神 一个人之所以被封为神仙 不在于他身上有着什么样的能力 而在于他为人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就拿四大元帅来说 在三国之后 四大元帅分别是赵翁马关 也就是将关羽纳入了这套神系 到了宋朝之后 四大元帅又变成了越赵翁康 也就是将越妃纳入了这套神系 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风神 不是神决定着人的命运 而是人们决定着神仙的命运 纵观整部神话史 本质上就是一场仙造神 再灭神 然后不断循环的风神史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班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